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麥菲田麥花田 很久之前我們做過一集炸薯條 用氣炸鍋來做 效果非常好 今天想嘗試用其他食材 希望可以做到油炸的效果 但又不用油炸 原因不是因為要健康一點 其實我們真的怕油炸 炸完整天炸完又要隔渣 又要留起它 又弄得好像很油煙 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就想用一個氣炸加少許技巧 令到可以做到油炸的效果 但又不用油煙那麼麻煩 如果大家之前有留意我的頻道 我做過一集中式牛柳加炸薯條 又做過一集焗爐和氣炸鍋一起做比較 這兩集我們都做過一些氣炸薯條 是跟一個以前做過米芝蓮三星的專業廚房 現在做了Youtuber的廚師 跟他的方法做了一些 真是前所未有這麼好吃的炸薯條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說什麼不要緊 大家記得看完這集之後 回到之前看了 看了兩集 今天煮法是很簡單的 就是我們會把食材推入氣炸鍋 氣炸完之後 趁食材還熱的時候 就會加少許油去拌一下 然後就讓食材的表面 可以吸收少許油分 令到它更加惹味 為什麼油炸的食物這麼好吃 除了因為脆口外脆內軟之外 還是因為它表面有一層油和脂肪 令到食材上來味道更加濃郁和更加惹味 氣炸也是為了健康省油而已 你氣炸完又下油 那什麼浪費氣 早安無措 有時氣炸的食物健康是健康 因為下少了油 問題是食材上來 無論是口感還是味道 都好像跟油炸差一點差一點 你說是常常在家裡油炸一些食物 好吃而已 但不要說健不健康了 只是那些油的處理已經很麻煩 加上省油的話 你又要隔渣儲存起油 但是問題是 翻炸很多次的油 就是萬年油 其實又不是很健康的 所以其實油炸那些 就是可免則免 所以我們才想到 怎樣可以避免油炸 但是氣炸得來 又可以做到油炸的效果 這樣健康和好吃之間才可以有平衡 我真的很怕洗廚房 為了今天的拍攝 我們買了三種不同的食材 第一種就是 看起來平平無奇的花生 不用問牌子 我在普通的雜貨店買 第二種就是 雪藏的炸雞塊 一公斤 第三種就是 我都沒試過的 越南粉絲春卷 要測試這三種食材 每一種食材 我們會用三種方法來煮 第一種就是 純氣炸 第二種就是 純油炸 第三種就是 氣炸 再加少少油拌一下 經過這幾種的煮法 我們會比較一下外形和味道 究竟這個氣炸再加拌油的方法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達到油炸的效果 不如我們現在炸花生 現在大家看到我身後有一個鍋 我今天會用這個鍋 來油炸食物 這個鍋 其實我喜歡它的設計 因為它是 下面窄一點 上面闊一點 還有很夠深的 所以如果我放油去油炸食物的話 油不用放那麼多之餘 油不會那麼容易彈到到處都是 所以我今天就選了這個 比較適合油炸食物的鍋來炸東西 在油炸之前 我們當然要有油 所以BOSS已經幫我開了一支新的油 我現在就準備加熱些油 是一個整骨來的 你看看 你看它的速度 好聽人 真的這樣 那些公司怕被人扭開了 換了一些假的液體進去 通常這個位置都會封了 護膚品都是這樣 炸完東西之後 隔了渣都會用的 中秋過了都還沒有 經過了十萬九千年之後 現在加熱些油 我們有三種不同的煮法 我量一下這包花生是多少 然後我們分三等份 一根607克 包包包包 好 這裏就是200克的花生 等待油滾了就會拿去油炸 這些呢 等待會就會分為 氣炸 和氣炸 加拌一些油 其實我好像沒有試過油炸花生 是啊 我也沒有試過 真的是一個實驗 我們的目標呢 希望油去到180度左右 我們就會把花生加進去 炸至金黃 金周拿上來 正明花生沒什麼水 其實它也沒什麼 炸 炸 因為撈起後 其實魚溫也會炸一會兒 哎呀 好漂亮喔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個鍋的資料 我也放了在資訊欄 應該好像用我的優惠碼 是可以便宜一點的 有興趣就去看看 炸完那些花生之後 是需要調味的 我們就會加點鹽 這些是喜馬拉雅鹽 拌勻它 但還未吃得住 我們要等它凍起來 才會有脆口 好 等它冷卻的時候 我們現在去氣炸一下花生 先看看 聽到爐這麼吵 因為我正在等待花生 氣炸完 油炸完 都要冷卻 所以我們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我們現在又加熱些油 然後我們先炸雞塊 現在油是177度 我們的目標是油185度 炸它大概是兩分半鐘 根據包裝的指示 嘩好激烈喔 也好 油溫也比較高 不要緊 你扔了一些雪藏雞 它很快就會掉 這個水分比較多 所以你看到泡泡很多 其實是水分揮發 現在炸夠了兩分半鐘 我就撈起 嘩 嘩 嘩不同 我已經關火了 有股香味 可以在這裡 好了現在就要炸到春捲了 今次的溫度大概是170度左右 那我們會炸大概3分至3分半鐘 到時我們要用肉眼看看究竟它可以了 熟煲炸的東西真的蠻好 你沒彈到我 自己怕聽到聲音要先縮定 春卷是容易焦點 所以不能夠太高溫 是 是 是 火要輕手一點 寧願炸下去 但是下了這個急凍春卷 它會將油降溫得比較快 我發覺有溫度計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知道下了急凍的東西 降溫降多少 你就控制火候 沒有溫度計 怎麼炸 要不然斷鼓真的很難 爸爸炸的樣子很漂亮 關火 這個樣子不錯 好像很脆 好 先擦一下油 試吃的時間有你了 對呀 最開心的時間 用不同方法做的炸雞塊 出來的效果 樣子賣相很不同 這個很明顯是油炸的 金黃色 很均勻 很漂亮 亦吸引的 我給大家聽聽 真是脆的 這個是純氣炸 沒有加過一滴油 當然有些朋友會說 你氣炸前應該噴點油 我們現在做測試 所以我們是做純氣炸 沒有油的 就沒有那麼金黃 明顯比較薄 但是表面 都做到是脆的 這個是氣炸完之後 然後我們再用油瓶噴了些油 去拌一下 好像深色一點 對呀 深色一點 在脆方面 都可以 試一下普通氣炸 這個應該是最弱的 很脆的 但是吃起來有點乾 讓我聽一下 脆脆的 不過有點乾 平常我們去那間快餐店 叫茄汁 不是叫甜酸醬 對不起 對呀 我是叫燒烤醬的 但是這個 有點不同 這個是油炸版 我 這個脆的 皮不是硬的 咬下去 裡面的肉 是juicy 你感覺到是濕潤 沒有剛才那麼乾 但是皮 就不是脆到 剛才是有點硬的 這個是軟熟 吃到多些裡面的肉味 有陣油香 是氣炸鍋沒有的 大家都知道有炸鍋氣炸 不知道什麼叫好過 有些人很執著健康 我們就執著美味不同的 好 很脆的 刀槍不入 這個就是氣炸加噴油 嘩 試試給我刺破皮 我覺得這個是有驚喜的 都是脆的 噴油是一個重要的步驟 令到炸雞塊有股脂肪 有股油香 油香是模仿炸的效果 肉跟順氣炸差不多 真的氣炸 所以肉仍然是乾身一點的 如果以方便 不用用烹油來攪拌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好方法 它是在小麻煩 略略健康之間 有一個平衡 油炸的真的不同 贏很多 首先賣相很大分別 只有它一個是金黃色 真的很吸引 第二是 皮脆得來 不是刀槍不入色的硬 又有一個很自然的油香 最重要就是 我們買這隻急凍雞塊 你都感覺到 它是用一些很黏 很瘦的雞的部分 來做肉的 一個這麼瘦的肉 油炸完 都覺得它是不乾 還有有些juicy 所以我覺得油炸 就真的是冠冠 氣炸完噴油是好過 只是氣炸很多 味道上 但外形是沒有什麼進步 還有我想說多一點 你可能覺得 就這樣噴油在表面 它的效果不是很大 最多都是有油香 趁它熱的時候 拌一些油 那個皮 都是比起 純氣炸的時候脆一點 脆不是硬的 但氣炸的感覺上 脆是硬的 好了 現在就試吃炸春卷 是不是很奇怪呢 明明只有三種煮法 為什麼會分四碟呢 這個就是純氣炸一滴油都沒有的春卷 這個很明顯 油炸的春卷 帥哥 這個就是氣炸 趁它熱的時候 拌一些油的春卷 這個就是氣炸完之後 噴了油上面 然後再推入氣炸鍋 之後氣炸兩分鐘的效果 看看 究竟噴油再氣炸 有沒有什麼好處 試吃時間 樣子比較乾 對 很乾 吃開 好不好都要試試 或者不差呢 不啊 樣子很脆 脆到一身都是 好吃 這個 可以按摩這個 都是在急凍地方買的 用刷刷它的時候 你會彈到一身 你就知道它脆了 不錯 這個驚喜 BOS 我想你喉了它很久 沒有再拿來 不用多說話 BOS 走到麥克風 吃一口來聽 很樂意 第二個世界 這個是鬆化 不同層次的 如果整嘴都是 我不管 炸鍋之所以好吃 除了因為脆之外 是因為中間夾住了足夠的空氣 適當的空氣 油炸的話 可以令那個空氣 有足夠的空間膨脹 所以油炸可以做到 好像在咬很多層的脆脆 變脆了 感覺上是很有層次 再加上脂肪的油香 你看我整嘴都是 就知道了 所以炸到它 整件事是大夠了 對 感覺上它是膨脹了 不行 我要抹一抹嘴 接著我試一下 氣炸再加噴油在面上 有沒有幫助 BOS說得對 其實氣炸的膨脹 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真的有些分別 差不多五十多塊 外面買不到 沒有比較一下 我覺得氣炸的效果不錯 結論也是一樣的 我覺得氣炸再加噴油在面上 不只是浸油香 咬下去的脆皮 仍然覺得是多層次的 純氣炸 但是它是做不到 真的油炸 這麼多層次 這麼有口感 噴了油之後 推回氣炸鍋 再加多兩分鐘 究竟是不是比較厲害 這個就是 很多人都會想知道 我要那塊 那個焦點 Yeah 對 對 噴油再推入氣炸 咬下去會比較鬆 我覺得應該是氣炸一半 然後噴油 然後氣炸另一半 這樣會比較好 如果在氣炸來說 純氣炸是不錯 氣炸完再噴油 不錯 氣炸完噴油 再推入氣炸兩分鐘 更好 但就算是A也好 總有一個是S 哈哈 如果你是氣炸完噴油 再推入氣炸鍋 再氣炸兩分鐘 鬆化和層次感更加好 比起氣炸完 趁熱的時候 拌點油 那個脆皮的空氣感 鬆化 脆口度 噴油再推入氣炸鍋 所有各方面都是更加的 味道上 氣炸完加油是很有幫助 但外形其實沒有什麼幫助 外形都是油炸好很多 所以外面的食肆 通常都是油炸給你 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 賣相好很多 只是那個金黃色已經很吸引 第二就是油炸快很多 你真的可以在三分鐘 三分鐘半小時 你的春卷已經可以出菜了 無論我們是炸春卷炸雞塊 我們都覺得氣炸時間上 好像用多兩三倍 油炸始終是快、靚、正 但健康方面就算了 不如我們先試花生 花生都很大分別 這個完全乾身的就是 唇氣炸板 這個就是唇油炸板 這個就是 氣炸後再噴油在表面 然後拌拌它 首先我承認錯誤 輸經驗 第一次油炸花生 我其實說過 差不多了 我就適合了 因為鬧起後 其實它的余溫都會炸一會兒 那個余溫會繼續煮 所以可能對某些觀眾來說 這個花生已經是過熟 即是煮久了 如果我再早一點拿上來 就可以做到這個顏色 就可能會更加吸引 我試一下這個氣炸的版本 本身本人不是花生愛好者 我不是 但我是 我自己拿 OK 多香 有花生的香味 但是 沒有了平時花生的油份 那種花生香 跟外出吃的有些不同 就是一種健康的烘花生 這個就是唇油炸版本 其實我挺喜歡光澤的 很棒 我又要 這個我吐了很久 我都沒有笑 不是的 吃下去沒有過熟 很濃味 這個很開心 這個好吃 炸過的話 那些花生味道比較濃郁 它是比較濃郁 而且感覺到就算是吞了一粒花生 口依然有那個花生的後味 是會流淡一點 少少過濃郁 吃完之後有點苦 對 我應該早一點拿上來 但是 味道也很好 這個 這個樣子最漂亮 你看看 為什麼我吃花生 它吃到這樣 味道濃郁 沒有苦味 這個方法 我覺得很好 這個方法 對 我也覺得對 花生來說 氣炸完 然後再拌油 拌勻 你看它又有光澤 味道也好 我覺得這個真的不用開油炸 雖然我覺得這個其實也不差 當然你說吃到最後有苦味 是因為我過濃郁 但是本身那個油脂的樣子很漂亮 但是問題是 氣炸再加拌油的方法 已經做到那個賣相的效果 那個光澤在 我覺得如果兩樣東西都煮到一樣 沒有過濃郁 兩樣東西都煮到一樣的生熟程度 的話 如果blind test 應該都不太分到誰是誰 對 如果我再早些拿出來 然後又給足夠時間 它隔了些油 讓它冷卻的話 其實我想兩個方法煮出來 味道和口感 再加上賣相 分別不大 所以我覺得氣炸再加拌油 這個是很好的方法 如果或者你自己家中 喜歡炸花生吃的話 這個方法非常好 真的沒那麼煩 起碼不用處理油 又不用一屋油煙 經過這一集之後 我發現三種主食方法 其實都很大分別 特別是氣炸和油炸 基本上是兩回事 是取締不同的 氣炸雖然是小油 但無論是賣相和口感方面 其實都會差一點 油炸雖然賣相和口感 都很好 但始終真的有廚房麻煩 又弄到油煙 又怕經常翻炸的油不健康 真的有些代價 除了花生賣相比較好之外 如果用氣炸的方法再加拌油 大部分的食材賣相都不及油炸的好 但味道上氣炸再加油去拌一下 比起純氣炸有很大的改進 氣炸完趁食材還熱的時候去拌油 其實已經提升了那個味道 那個油香 其實口感有一些 剛才我們試越南春卷 其實都是好了的 但真的要比 真的跟油炸都還有少少距離 那你覺得氣炸加油是做到多少成 只是計算這一次的試食 除了花生我覺得是九至十成之外 其他我覺得八成都有的 其實外觀不行的 例如麥樂雞 大家很可能都接受不到的 放了一些麥樂雞一陣子之後再偷吃 其實氣炸加油那些是脆得久過油炸的 真的嗎 因為我不知道它偷吃了 你覺得氣炸再加油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皮還可以保持到脆得久一點 但是油炸的可能一會兒就軟了 偷吃也有些價值 OK 準備偷吃了 為觀眾都帶來一些有用的資訊 不錯不錯 我也有些貢獻 除了考慮油炸的時候 家裏又有氣炸鍋的話 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氣炸之後再加些油 看看可不可以取締了大家怕油炸的麻煩 希望大家喜歡這集的分享 記得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like comment和share這個video 我們下集再見 byebye